- 全國的觀眾朋友,大家早安,我是靜庭 - 全國的觀眾朋友,大家早安,我是Leo - 其實我有一個問題,川普在沒有當總統之前是一個企業家 - 但是我覺得他現在在做的事情不僅造成了全球經濟大亂 - 其實美國自己本身也是 - 他不是企業家,不是應該要賺錢嗎 - 是,沒錯 - 可是他現在感覺上 - 完完全是放棄治療嘛 - 一天他在做的事情不僅造成了全球經濟大亂 - 到處亂咬,到處亂叫嘛 - 看起來非常可怕 - 拜託他昨天他竟然想要抄你一個新的法案 - 就是你完全 - 這法案他的權益大到可以不用通過 - 不用讓這個國會通意 - 他就可以直接對各國家進行一個 - 克政高關稅的一個目的 - 你看他現在到底在幹嘛 - 這真的很可怕,他是這個規定 - 等於說這個新的法令的話 - 他是可以等於說是違反WTO的一個 - 自由貿易的精神跟政策 - 所以導致於昨天包含日韓台港 - 全部都下錯嘛 - 全部都跌了 - 入股也是重錯 - 但重點是台北股是昨天 - 看起來是弱中透強 - 相對抗跌 - 而且台股 - 因為日韓台股是跌超過2% - 但是台股部分他只有跌0.5%左右 - 而且期貨的部分呈現一個外資是做多的 - 對,雖然現貨是賣超接近80億 - 但是這個法案是其實非常非常的誇張 - 那其實在美國那邊 - 我們看到的一些訊息 - 反對聲浪有出來 - 反對聲浪有出來 - 其實不太可能通過的 - 因為這個是直接違反WTO的一個貿易協定 - 而且你要通過這法案 - 你要推出WTO - 其實要經過美國國會的同意 - 所以其實各位投資朋友 - 不用太過擔心 - 他沒有辦法一意孤醒 - 對,沒錯 - 但是這個美國商務部長Rose - 他就說 - 其實美國股市下跌 - 川普他是不太在乎的 - 所以又導致說 - 美國股市 - 這個開盤是跌蠻多 - 但首先是尾盤是有慢慢的拉高 - 所以我說他看起來不太像生意人 - 對,其實美國商會 - 其實對於川普反反覆覆的態度 - 也是非常非常的感冒 - 透透 - 不會讓他這樣子 - 為所欲為的下去 - 來,我們看一下 - 美國的基本面 - 其實美國昨天在公佈 - 這個ISM的一個製造業指數 - 其實他的經濟數據 - 基本面表現是相當強勁 - 就只有受到川普的口水戰 - 導致有一些波動變大的狀況 - 但是基本面好的情況之下 - 股市終究還是要反映這個基本面的 - 所以我們看到ISM製造業指數 - 6月份的一個經濟數據 - 來到60.2 - 連續110個月 - 它是處於這個穩健擴張的50的 - 多空分水嶺之上 - 所以我想規頭指揮者在這個地方 - 也不需要太過於擔心 - 美國這個地方 - 其實他最近又出一個絕招 - 他想要對這個歐洲的汽車 - 進行一個課增高額關稅 - 因為美國他有很大一部分 - 大概44%都是進口車 - 有4分之間的貿易逆差 - 是來自於這個汽車部分 - 所以他對汽車這部分 - 也是蠻要求的 - 不過歐盟他也不是省油的 - 他說如果你對我課增高關 - 那我也要 - 那你就等著收全球 - 3000億美元的一個報復 - 所以我想歐盟 - 他也不會這麼輕易的 - 就做一個放手動作 - 好 那我們看台北股市要怎麼看 - 台北股市這個禮拜五 - 有一個長活黑棒 - 182點的長活黑棒 - 昨天是從碰到這個季線半年線反壓 - 現在我們如果能夠站回季線半年線之上 - 這個台北股市看起來就有機會 - 重返一個多頭的一個軌道 - 好 那重點 - 重點千千萬萬不能跌破 - 下面的這一條 - 就是這個長紅K棒的底部 - 這個地方是不能走回頭路 - 因為我們這個車子是要往北開的話 - 就絕對不能再往南回頭 - 一旦往南回頭的話 - 那可能就會比較弱了 -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- 我們之前有提過一檔股票 - 就是1446的紅河 - 其實在貿易戰 - 然後在這個國際局勢紛爭的時候 - 比較偏向我們國內的一些資產題材 - 相對之下是比較有保值性 - 是比較抗跌的 - 而且這個是有機會 - 為什麼? - 因為他的日周月線 - 同步黃金交叉往上 - 這是技術面 - 那在基本面放 - 基本面上的話 - 這個永和 - 他有兩個建案 - 一個是永和 - 一個是板橋的建案 - 這兩個建案 - 在今年完工銷售 - 那如果整個完工銷售之後 - 預估貢獻EPS - 可望 - 可望法人的預估 - 是渴望賺兩個股本 - 就是 EPS可達20塊 - 那現在位階是非常低 - 所以像這樣子股票 - 其實就相當值得 - 我們去做一個留意的動作 -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- 其實股票不用天天買 - 好的獵人要幹嘛 - 要等待 - 守租待兔 - 看到兔子出來 - 在射箭就好 - 兔子還沒出來 - 你在那邊亂射幹嘛 - 對不對 - 股票市場在漲的時候 - 重點是擺在這個氣勢 - 如果題材面夠的話 - 其實它就會漲 - 可是跌的時候重視的是什麼 - 基本面 - 7月10號之前 - 你要公布6月份營收 - 6月份營收 - 一公布出來 - 業績好的 - 有基本面的 - 它就會先動 - 所以我們要相信什麼 - 相信這個基本面的力量 - 相信營收創新高的力量 - 要找好的標的 - 才能夠避免在這個貿易戰之下 - 受到那個傷害 - 是 - 好 謝謝利友 - 更多最新消息 - 歡迎加入利友的LINE - 財經即時通 - 下一次見 - 拜拜